欢迎收看司马会客厅 中国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 国外的一些反华的政客 他们天天唱衰中国 天天说中国不行了 中国完蛋了 前两天那个金色头发的 德高望重的那位政客居然说出来 中国死的人肯定比我们多 因为他们不如实报告 而我们在疫情方面呢 我们做的努力呢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比方说我们需要呼吸机的 我们全给他上了呼吸机 这种事情结果被网友给喷了一个死 说这真是能够把自己抗议不利的这种情况 美化的跟一朵花一样 中国的经济形势 中国这么大 经济这么复杂 中国的经济形势分析起来 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和坏的问题 而是要做深入的分析 美国纽约时报前不久呢 有文章专门对中国的经济的复苏 做了一些具体的分析 比方说复工 复产 复试 复学 还有呢恢复娱乐业 能进电影院看电影 还有呢航空 航班上基本是满源 还有在高铁上 特别是京户高铁 穿梭的高铁繁忙 几乎是满源 几乎所有的迹象都在说明 中国是世界上大的经济体当中 最早从疫情的灾难当中走出来的国家 对此 有人欣欣然 中国人民当然高兴了 但是也有人呢 惶惶然 有人咬牙切齿 有人呢 一定要找茬说些坏话 关于中国的经济形势 到底怎么看 中国还应当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形式 来巩固我们已经透亮的 建好的 领先的这种优势 我们请来了当代中国智库 联系会议主席李苏先生 来从他的专业的角度 给我们做一点分析 有请李先生 好 感谢 很高兴能参加司马南会客厅的这个录制 跟司马先生在一起谈问题 从来是让我思路顿开的 关于中国经济形势呢 我觉得它应该从两个层次去看 一个是现状的层次 一个是未来的层次 从现状的层次来看 我现在跟很多人争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经常跟我谈 说凭什么要去解放台湾去 中国还有大量的 更迫切的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他说经济有很多大量的问题 你必须得好好解决 解决到了你超过美国了 你再去弄吧 我说不对 我认为中国经济问题 没有任何现实问题 就是在全世界去看 你的整个新冠 在全世界蔓延的状态下 全世界经济都发生了 重大的颠覆性的 整个的灾难的时候 就剩你这么一块绿色的方舟净土了 所以在整个新冠问题上 和中国的复工复产上 和世界制造业的地位继续稳固 继续完善 继续为世界提供所有贡献上 没有任何障碍 没有任何的悬念 没有任何可争论的问题 我跟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 那当然了 到最后他们都说不出来 你说为什么凭什么 哪个国家比你好了 哪个国家可以跟你比了 这世界已经没人跟你比了 你还要说什么 现状就是这现状 所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 现状上我认为 没人跟我争论 你就没什么可争论的 中国就是一块净土 然后在这样一种基础上 我们要来讨论的是 什么样的政策 能使得中国发生更重要的 腾飞性的 继续全面的发展 而且超越美国 变成世界第一 到底能靠什么政策 这次人大 今年的人大的时候 我们概括成三个点 一个点在历史问题上 对新冠的总结 全世界都认了 就你敢开这么大的大会 你就是新冠过去了 第二个就是 咱们讲现实中的经济政策 能不能把全世界刺激起来 说你能把全世界经济拉起来 但中国没有玩这个 很低调的说 我就是六宝就完了 没跟你说 然后对未来就是 这个毫无顾忌的 就把国安法扔出来了 然后大家谁都没想到 竟然这么这一手 打完国安法就得打台湾了 谁都看得明明白白 因为香港只要制作了 你还弄不了台湾了 不就是中美关系问题吗 所以在未来的问题上 也讲得明明白白 所以呢 现在在这个当时 开完这次会 我们讲了一次经济政策 我们就认为 中国现在是在 跟中美冲突中 在韬光养晦 就总体来讲啊 在全世界布局里 在有所作为 在中美关系上 需要韬光养晦 所以不想去出这个风头 去大砍特砍 我有什么样的经济强刺激政策 但是我认为 中国的刺激政策的潜力 叫五大国策并存 还没开始用呢 一个政策都没真用呢 而这个五大国策理论 实际上是14年 我们去研究 15年我们出了一本书 叫习的经济学的五大国策 就讲这个习的经济学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到底在这14年到15年的 成型过程中 到五中全会 已经拿出了五大发展观的时候 到底为什么是转化成五大国策 已经毫无悬念了 我们那个里边就讲的这么个理论 这个理论到现在还继续适用 因此呢 我们用金木水火堵 描绘这套体系的时候 说的特清楚 金说什么 金说什么呢 金说的就是一带一路 就我们认为一带一路 该干嘛呢 该学这个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是什么 就是美国的黄金储备特别多 然后呢他拿黄金储备就能印票子 印了票子 世界就无息的 低息的带给所有的盟国 让他来买美国东西 买了之后呢 到最后反正你得还吧 你总给什么吧 他的信用怎么保证 他的军事怎么能保证 他所有人不敢赖账 他的盟国 他选这个对象的时候 怎么选 他有一套方法 就把世界经济全刺激起来了 而这场刺激导致了 全世界买他的东西 美国的企业历史上没有任何地位 就到二战结束的时候啊 没有品牌 没有地位 就因为这大规模的 全部刺激了几百亿美元 跑到这个欧洲盟国 来买他东西 把美国的所有的工业 和所有最好的公司 买成了世界级的大公司 品牌就起来了 这就是 这就是咱们讲 马歇尔计划 这叫金计划 而金计划到现在 说到现在 其实没干 就真正对外投资啊 没怎么干 你觉得一带一路 我们投资还不够 没投 就那三万多亿美元 哪去投去了 成了一个 成了这几个基金 你看他投了吗 投了多少项目 我跟你说 两千亿美元都没有 我都不信有 而我们主张的是 拿这几千亿美元 发数字货币 就等于重复的发嘛 这个 所有外汇还在你账上 数字货币能拿来买中国东西 就把这刺激起来 就等于你印货币在那全世界跑 所以呢 就能刺激起消费来 而且呢 印一块钱 让他必须得 他借的来一块钱 来买东西 我才借你 那你就说 这高铁什么 全都出去了吗 那整个什么买东西 折腾 卖方贷款就全起来了 无惜借你 你像印数字货币 又不需要钱的 你印完了 你无惜借他去呗 他来买就行了 那中国经济还不报复啊 就报起来了 美国就这么报起来的 美国到49年的时候 经济全面下滑 战争的所有的订货 全没有了 中小企业没法混 所以就两件事 一个是高技术风险投资 不只是小企业升级 一个就是马歇尔计划 就全面的干 所以我们认为 金计划就是这个计划 然后第二个木计划是什么呢 木是讲长 就生长性 其实就是高技术 就是高技术创新 我们认为呢 中国的整个创新 在当时14年15年 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 中国的80年代 90年代 这一代人的创新 都是瞄准着美国的 最先进的东西 欧洲看不上 日本自成一体 就是瞎扯 学来的 偷来的 真正有创新的就是美国 美国代表所有领域里边 最前沿的技术 中国的80年代 90年代创新者 创业者 我告诉你 全都是以这为中心 我能超越它 我就能来 我能偷它的 就能偷来 我就能建起一个 自己的体系来 再做一些调整 中国的市场这么大 就能干 所以我们在中美贸易战 打到最热闹的时候 我们跟美国智库就说 他说你别签 你有本事你别签 你等着 再给我五年到十年 偷你美国的技术 就我自己横偷 我能把美国的 所有技术全颠覆完 就你一点信没有 所以这种话 到最后对美国智库 都会有重大影响 那次那智库说 明天我们就上国会去 我说你去说去 你有本事别签 所以第一阶段 为什么急着签 那么知识产权 他就怕你这个 中国哪里偷不来的 我说你不信 现在美国所有技术拿来偷我的制造业 三天我就给你制造出来 我一定能把你偷光的 所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的整个技术创新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质变的门槛上 就缺一件事 就股市上万点 我说你们知道股市上万点 是什么概念 台湾两次股市上万点 都是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 就等于是整个的制造业往下滑了 你没有绝对的竞争力了 你要升级了 所以台湾的十大产业当时整个爆发性的成长 变成世界级的大公司台积电的一些 都是考股市 就整个吵得人疯狂啊 疯狂到了所有人不顾一切的 所有的资产都往里跑 所以呢我们就说 我们认为啊 中国的股市就是三朝期 我当时说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在这说 现在我还在这说 中国的股市要上去 其实是第一个基础要再造 就要彻底的把股市放开来 随便上 让它掉到一千点都别怕 这是第一个观点啊 第二个观点呢 这个15年那次股灾 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就抄底去 所以中国的社保 中国的国有资本去抄底 那简直就是轻车熟路 到一千点的时候 抄进去 得把中国未来的 所有的全民的福利都抄出来 你只要这么赶去放开来 让它掉到一千点去 你去抄去你就能挣个 就是15年那次 实际上中国的国家队挣钱了 没亏 它还没到万点呢 你这么到万点 你又报复了 你把底都给抄了去 第三个呢 我们就认为 一定要搞零利率 所谓零利率是什么 就是整个像日本这样 甚至于负利率 存钱去 你交钱 那钱就只有一个办法 不往房地产跑 就往股市跑 而股市跑是最容易 中国的高技术 又在这么蓬勃式的发展 我就看那台湾当时上万点 那高技术企业就莫名其妙 编个概念一把就拿几十亿美元 它哪有不创新呢 世界人才挖谁挖不来啊 你就说啊 现在80后90后 把目标看完了以后 你只要让他随便上市 一上市就拿五亿美元去 你以为他挖不来人 什么人都挖得来 告诉你们吧 现在你不用挖高技术人才 高技术中国这俩工程师已经知道了 他要挖相关的整个配套人才 美国不会不放的 你随便挖去 所以全世界的人才走向啊 二十年代 也就是说这个 二九年经济危机以后 全世界人往苏联跑 他挖的还都不是纯迹水 那样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管理人才 水和土 对 这就是 然后把它搞到一万点的时候 水政策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 就是农业政策 我们当时在15年就提出来 中国的水政策 应该是全方位的中国用无锡贷款 去支持水土改造 就把所有的浇灌地都变成滴灌地 把水节省出来 中国缺水 那水还能卖钱 大规模的改造 改造过程中要推进中国的规模经济 就是农民的规模经济 农村的规模经济 几千亩地一块 几千亩一块 把它都整合好 才能滴灌啊 滴灌完了以后 每个他们小农户干脆变成 叫古田制算了 就是分的粮食都行 你也让它规模化有竞争力 然后就让它这个种地的人能挣钱 更重要的我们认为 应该推行一套政策 把所有的现在闲置的农村的宅地地 全面市场化 我们的观点就是 现在都在干嘛 山东干的最猛 结果那天热人怒 我认为该怎么弄啊 就是它这种事啊 其实应该倾斜农民工 中国的现在农民工啊 你一定要研究日本的60年 日本60年就是属于二战以后 整个韩战期间的大量军事订货 没了以后 全面出现危机 60年的时候 然后就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 就非说中国 就日本的制造业的制造能力 已经变成全世界最好的了 但没市场 所以就要刺激内需 就别去扯国外了 而内需怎么刺激 就一件事 整个农民工进程是美国的劳动力成本的八分之一 所以最后实行的政策就一件事 所有的农产品都过提三倍 然后成立农协 把中间的所有的环节全部垄断起来 没任何人能挣得着钱 就是农民跟他们农协的这套 这个运作的这个流通系统 最后能挣得着钱 我插句话呀 我们这几十年啊 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涨价 涨得厉害 比方说房子 但是农产品只涨了一倍 所以农产品涨价这件事 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农民的收入水平 拉动内需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也在研究 农产品是基础价格 农产品价格如果涨一倍 意味着一大堆的东西都涨价 我们的物价指数就会发生变化 这涉及到14亿人 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就这么观点 特简单一件事 第一呢 中国的农民的真正的收入啊 因为中间环节挣得太多 就导致出来的那田的价格和卖的价格差十倍呢 你真以为什么这农民挣了钱 没挣了钱 而日本采取的就是农协垄断起来 谁能加多少 我法定的 所有的计算机计算完 每种产品进哪个城市全统计完 那五年就把整个数据全弄清楚了 谁能进谁不能进 你又恢复计划经济 那当然了 那我告诉你啊 农业在全世界都垄断的 美国为此把反垄断法在农业里面剔除的 否则没办法的 它都是垄断的 农产品周期起来 你不能弄死了吗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招 第三招是什么呢 农民工一定要有房子 就在城里啊 现在农民工进城里绝不消费 我们家都给我爸我妈去伺候那几个农民工 那都挣到上半了 回家盖房子 根本没人 这么盖一栋 那么盖一栋 还吹牛了 我说这这炫耀呢 他哪消费 我没看到花我一分钱 就在这哪花钱了 所以这些农民工无论如何要给他盖经济使用房 无论如何要把他那宅基地啊 拿来在他那城市去拍卖的时候让他分钱 就等于不是政府拿那个土地的那什么了 以后土地指标就是宅基地往里移 你要想平衡呢 就建一个凭准基金 每年卖出来的钱统一起来 每人平均多少就分回去 就按这个他保证发财 另外呢 就是农民工的小孩进了城市 绝不要考试了 就是上大学 就是农业细科和一些为农民工 就像美国的特出的社区大学一样 哪要考试了 那么你试不过去就完了 很低的成本 政府贴了钱让你上学的 没花什么钱就上 现在我认为免费上去 所有农民工进了城我就让你上去 农业细科为什么要城里人去上 全是农民工上 现在屏幕上一片掌声 农民工朋友为你提的这个建议 而欢欣鼓舞 对 城里买房 然后呢 孩子都在城里上大学 对啊 而且就是开放的 开放大学 让他随便 然后他一定就到城里来买了房子 住在这家里都出来 就没有那个流手青年流手的儿童了 金木水火土刚说完事 对 然后呢 还有这个 火 不是火 火是 那个火是什么啊 反正那个 还有一个是 那个金木水火土 土呢 是讲房地产的事 房地产呢 我们现在主张 这个房地产应该三元房地产并存 三元 现在呢 大家都说不要吵 我们认为商业房地产一定要市场化的玩 市场化的干 第二件事呢 无论如何要学新加坡 给六亿人造房子 就福利房子 没房子人 无论如何什么 上次我听了一次这个 民族大学校长说 我们整个学校80%的人 永远买不起房子 在北京 除了他家里有钱 他不可能买得起 降到三万也买不起 我们认为是必须得降到五千块钱 必须得降到四千块钱 哪有人买不起的 你说北京房降五千 当然了 就是经济适用房 给所有的人 一切缺房的人 统计完 都给你看 设计好 把地友啊 你这句话 如果做到标题上 这一期节目会火 那当然了 就我们这观点 就我们这土 就这土 然后第三个高技术创新的人才 他的房地产 应该另走一条西径 就是所有的 现在的小镇 创新小镇 你比如我们给那个 熊安新区出的主意 就是所有的小镇 设计出两千个小镇 三千个小镇了 每个县是一个体系 一个县 熊县 咱们就是干高科技 还有一个县 就是搞生物工程 还有一个县 就是搞文化创意产业 然后设计一千个小镇 大家招标 招完标以后 谁的人才聚的最好 公司最多 这小镇就归你 怎么干呢 就你把你自己家里的房地产 做个抵押 就盖 盖完了之后 就转到这个房子来 做抵押 就完了 就给你发数字货币 就熊安发数字货币 等于是愣发一种钱 把这小镇卷起来 我跟你说 三年就能形成一个新熊安 三种房地产并存 那中国房地产 整个是势如破竹 能怎么重新干出一片什么来 那不得了的 我突然生出个念头啊 我觉得李肃先生 跟我一期一期做节目 因为他钢河太多 他想法太多 火花乱闪 那口吐金元宝 一期一期做节目 可能不解渴 是不是可以考虑 我们请李肃来做一次直播 网友提问题 我提问题 完全可以 我们再请其他人 跟李肃先生一起谈 然后呢 我们这个直播 按照大家的需要 和实际的这种可能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然后五大 五大什么 最后我讲完了啊 其实呢 火是高科技的 那个木啊 实际上制造业 我们提出的木是什么呢 是三大制造业并存的 整个刺激计划 就我们认为呢 现在呢 实际上 现在绿色发展观 是讲什么呢 讲环保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环保是压制制造业 制造业是一定要 在升级过程中 在环保体系里边 重新平移 就往西部 往中部重新平移 移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他的那块 原来的地 就原来的那个工厂 变成商业房子 就让他去做 什么经济试用房 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然后呢 他那地生了值得以后 他就去移走了 移走的过程中 中西部就起来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又一定要研究 绿色产业怎么走 就是环保的产业 和全新的这些 高技术产业怎么走 这几个东西平衡起来 就是生长性 就三大生长性 平移生长性 然后呢 产业升级的生长性 和全新的六大产业 什么智能这些产业 同时并存 它的生长性就起来了 所以制造业在中国来讲 绝不是衰败 而是重新规划 重新设计 重新再干 所以这就是五大 所以李肃先生说话 大家有没有种感觉 假如你都是李向 派世伊点安那么有钱的话 李肃讲完了 你是不是有一种冲突 要我还掏钱了 很多学者在谈到 中国经济形势的时候 一般会给一个逻辑判定 给出几个事实 然后再讲 一二三四五 为什么 李肃先生讲 中国经济形势 他讲比较果断 而且有历史的纵深感 比较美国 比较日本 讲了印度 讲到世界上 其他的一些国家 他作为资金公司的老总 他研究了很多 走了很多 所以他谈的问题 都比较实际 你能想象到一个学者 在讨论中国经济形势 怎么样的时候 会直接讲到农民工 农民工应该挣到多少钱 农民工的孩子 应该在北京读大学 在城里读大学 农民工应该在城里有房子 北京的房价应该降到5000 应该有足量的供应 胸端心区应该发行数字货币 相信大家对这种事情 感兴趣 但这期节目时间到 感谢您收看 下期节 更精彩